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听到小姑子的声音 你说丽梅回来了 五哥会不会跟他离婚呢 我停下所有动作支起耳朵 却没有再听到什么 我撇了眼床上 阿军睡得像个死猪一样 一动不动 肯定是在装睡 我心里燃起一堂莫名的火 又不好发作 只好弄出点洞进来 提醒一下外面的母女俩 婆婆如往常一样 忙着手工活捡着线头 盖着布的腿碰了碰小姑子 应该是示意她别乱说 婆婆见我出来 狠狠地弯了小姑子一眼 放下手里的活计 朝我微微一笑 等妮妮起了 我带她出去玩一下 婆婆声音有点陡 似乎有些心虚 带着些许讨好 我们的婆媳关系 不好不坏也不吵 基本能够和平相处 还好 婆婆还没有完全糊涂 我自我安慰 丽梅的名字如雷贯耳啊 她是我老公阿军的前女友 小姑子的初中同学 也正是因为小姑子的原因 两家老人欢喜得很 想着让俩人早点结婚生子 俩年轻人却先要上广州 赚多点钱再结婚 只是没想到 在广州打工期间 丽梅认识了有房有车 有地有钱有分红的村二代 嫁了 阿军灰头土脸地回来 浑浑噩噩的两年 才缓过来 这些是从左铃右舍的嘴里 我一点一点地拼凑出来的 当然我也从他们嘴里知道 丽梅长得可漂亮嘛 皮肤特白 头发特黑 眼睛特大 鼻子特挺 前途后翘 人见仁爱 车见车仔 丽梅的美貌 尝试在小姑子嘴里 绕了又绕 她坏里花歪的意思是 没你配帅哥赏心悦目 你配我哥不堪入目 小姑子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她 最不喜欢的是 她老在我面前 时不时地提起一嘴 丽梅怎么怎么样 我气恼时候会说 你哥怎么不找个 有房有车 有地有钱 有分红的广州妹 坐上门女去吃软饭 说不定还能要点彩礼钱 给你们家贴不贴不 小姑子过得不好 我的话 追出了她的心窝子 她气得咬牙切齿 又无从反驳 看着她气鼓鼓的样子 我心里特爽 自家过得不好 却来搅和哥嫂的日子 有这样的小姑子 我也是醉了 我一声不吭地 吃了早餐 拎起包下楼 我叫小平 腹不薄 貌不美 前不秃后不翘 小姑子老是拿这些 来嘲笑我 人如其名 我长得不行 但工作还行 在县城的快递 沾荡客服 除了老板和快递员 店里杂七杂八的活儿 居然是我一个人包揽了 所以老板娘对我特好 生怕我辞职不干 年年给我涨工资 我想 婆婆之所以同意 一米七八 相貌堂堂的阿军 相亲 取相貌一般般的我 我的工作 肯定是加了分的 阿军原来是当保安的 他听了我的建议 去考了驾照 借钱买了辆小货车拉货 有时候我们这里有集见 或者是客户的货物比较急 老板娘会直接和我说 叫你家阿军去吧 两个人的日子 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也很有自由 我有盼头 去年 我们就计划着 换个大着的房子 生二胎 那天 我下班比较晚 店关门的时候 已经快十点了 阿军开着小货车接我 说请我吃宵夜 坐上副教 我咧着嘴 对着阿军傻笑 阿军问我干嘛 我说 哼 我老公挺晒的 阿军故意给我翻个白眼 转头专心开车 我心里哼一声 就没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当我们回到家 是已经很晚了 你一睡着了 小小的人 和他爸长得一个样 好像不关我什么事死的 这大概是传说中的 我就是一个送货的 我轻轻地拉着他的小手 心里满满的是幸福感 阿军擦着头发进来了 毛巾一扔 就像躺在你那另一侧 我对他翻一个白眼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 坐了起来 挂好毛巾吹干头发 才躺下 捧起女儿的小手 一脸轻拧的又缩了坐 你见他了 我漫不经心地问 没有老婆 阿军一下子坐了起来 腰挺得挺直挺直的 吸着吸看我 还在给我装呢 我一上车 就看到你脖子后面的衣领 有两两黄色的长发 还真以为我在车上 是看着你傻笑啊 老婆 见是见了 可我没有干对不起你的事 看着阿军连连摆手的样子 我皮笑肉不笑 还是一份气氛的样子 坦白从宽 我妹说她有同事 要搬到她家附近 需要拉些东西我就去了 哪知那个朋友就是丽媒 老婆 我真的不知道是她 如果知道的话 我打死也不会去的 阿军实话一出 精神也不紧张了 腰也放松了 忘了下来 又看她宝贝女儿 我这小姑子真行 唯恐天下不乱 那你见她有什么感觉 我钻进阿军怀里 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边去 我有老婆有女儿呢 阿军瞪我一眼 故意压低身子贴着我 我好不容易挣脱出来 看到她又自顾自地 看她女儿 轻轻小手 心头有种甜甜酸酸的感觉 这段时间 小姑子来得挺勤快 她对我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冷嘲热讽 妈 丽媒给你买的衣服 你怎么不穿呢 我知道这话 明摆着说说给我听的 我倒没听到 直接走出客厅关上门去上班 背后传来婆婆埋怨小姑子的声音 救你多事 次日早晨 妮妮赖着不肯起床说 妈妈 我要挖巴比娃娃 我心生好奇 问哪里有巴比娃娃 妮妮说 在奶奶房间 是一个漂亮阿姨送的 我一听漂亮阿姨 我脑海立马浮现出丽媒二字 给我女儿买巴比 给我婆婆买衣服 怎么 不给我买点什么吗 婆婆怎么对这事只字不提啊 是不屑提 是不愿提 还是不敢提 全家人都见过她 就我没有 长得那么漂亮 直接来见我啊 直接把我比得自愧不如 然后把阿军拱手相让 多好 在背后搞那么多小动作干什么 多卑鄙 晚上阿军来接我下班 说请我吃烧烤 我哀怨地看了她一眼 做出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 得 别这样 这不是你 阿军抱着双臂 过意做瑟瑟发抖的样 我挽了她一眼 挽着她的手臂一起走 我们点上烧烤 倒上啤酒 猜着拳喝着酒 调侃着对方的前程往事 直到阿军趴在桌子上 当年他甩了我两万块钱 叫我有多也滚多远 老婆 你说我怎么这么傻 居然不要 这个没出息的男人 我试探他 要不你给我两万块 叫我滚多远 我就滚多远好不 好 你滚到哪儿 我跟到哪儿 阿军的话断断续续 还传说手抓住我的手 往自己怀里拉 次日可能是喝酒的原因 我起得有些晚了 起来时 没看到妮妮和她的书包 只讲早餐 安静地等着我 匆匆洗漱装好早餐 我正要出门 婆婆从外面回来了 在我后面大声地说 我已经买了菜回来 午饭做好 我给你送过去 匆匆坐到店里 开下电脑 我才慢慢回味婆婆的话 午饭做好给我送了 我寻思着 是不是阿军 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婆婆刻意讨好补偿 但心里第一时间否定我 接着 又马上肯定 仿佛两个小人在打架 谁也不占上风 中午 婆婆真的是送来饭菜 我在老板娘的眼里 看到了羡慕儿子 老板娘真不客气 边吃边说 你家婆婆还真不错 以后多送 让我也先沾些光 快才吃得腻死我了 看着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我又开始纠结了 如果没有问题 两母子用得着 这般讨好我吗 纠结归纠结 想着阿军给我请吃烧烤 婆婆给我送饭 想着想着 我又在网上 给老公和婆婆 各买了两件衣服 你看看 他们有这么多的美好回忆 你们有吗 我哥有带你去捋过游吗 一早洗漱后 坐在餐桌吃早餐 小姑子把一叠相片 一张张地摆在我面前 我承认 我羡慕嫉妒恨了 为什么有些人 可以长得这么漂亮 老天怎么就不能公平点呢 我和阿军从恋爱到结婚 都十分地接地气 柴米油盐 没有去旅游过 他们有美好的回忆 我们有美好的未来 输人不输阵 我想象自己就快入住 计划中的大房子里了 底气水足地 瞪着小姑子的眼睛 毕竟做贼还是会心虚 我从她的眼里 捕捉到一闪而乱的荒乱 心想 你输了 你看不惯我不要紧 你疼不疼侄女不要紧 你哥爱不爱我 我不要紧 换一下你哥和你妈 愿不愿意拆散一个家庭 再组建一个家庭 她以前可以为了更好的人 抛弃你哥 以她现在的条件 还是有资本 再把你哥抛弃一次的 你非得让你哥 欺礼女三吗 你哥不怪你 你妈不怪你 我想我这些话 够让小姑子醒悟了 可她一脸不耐烦 还向我投来嫌弃的眼神 就你那三官僚子的工资 算了吧 说得好像我家少了你 日子就没法过了 人家可以直接 给我哥买房子 你行吗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眼前的这只鬼 我以为他只是嘴巴坏了点 想不到画到心眼里去了 好想呼他两巴掌 让他清醒清醒 一大早的 我不想吵架 会直接影响我一天的心情 为这样的人 何必呢 我没有再离小姑子 收拾碗筷进厨房行 啪 这声音有些不同寻常 我抹下手走到客厅 只见小姑子捂着半边脸 泪水在眼里打转着 又委屈又不解地看着她妈 他输给你个钱开店 你就来拆散你哥的家 他输给我们买房子 你以为那房子会是我们的 就算把你哥的名字写上去 他愿意让我住进去吗 就算让我住进去 我要不要看他的脸色 他真那么好 当年会一脚把你哥给踹了 他如果真的是好女人 离了婚也不会来缴获别人的婚姻 他是黑心烂肠 你是狼心狗肺 婆婆激动了 有些气喘 我赶忙上前扶她坐下 守在背部给她顺气 婆婆又紧又气 把头扶在饭桌上 指着门口对小姑子说 滚 小姑子哼了一声 走了 我虽然是上着班 可心里还是挂着在家的婆婆 她万一有个什么事 怎么跟阿俊说 直到中午 婆婆才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心才放了下来 她还多带了一份开胃菜 老板娘说 她又沾了我的光 紧接着她灵机一动 要不叫你婆婆试着帮我们煮一下饭 煮得好就一直煮下去 我们这里有厨房 厨具也齐全 就按十五块钱一个人的标准 可好 这样的话 婆婆就可以有份稳定的收入 不用待在家 干剪线头那样费时钱少的手工活了 当然好 我一口答应了下来 你婆婆说呀 你给她买的衣服穿得特舒服 我说是你家有福气 娶了这么好的媳妇 她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看着老板娘学着婆婆 见牙不见眼的样 我也笑得肚子疼 别看老板娘长得一般 却把我们帅气又多精的老板 管得服服帖帖 用老板娘的话就是 两个人之间 人血脉亲情 人情世故 和多种利捆绑在一起 盘根错节 根深知茂 比单纯的爱情牢固多了 我跟着老板娘也好几个年头了 多多少少也学到点皮毛 婆婆工作稳定了 人更轻松了 时间更多了 家里更干净了 饭菜更好吃了 周六日 婆婆把妮妮带过来 上午在工作闲暇陪伴下孩子 老板娘说好羡慕我 还说我眼里又闪闪的星星 午饭后 我趴在办公桌 慢慢万醒 手机铃声吵醒了我 最讨厌这个时间打我电话 我勉强看了一下 接了电话 和老板娘说出去的一会儿 拐了几个弯 看到坐在树底下的小姑子 她看到我 直扑了过来抱着我 哭了 我看看周围 这样也不是办法 买了两瓶奶茶 把它带到了较进人手的地方 坐下 小姑子咕咚咕咚 把两瓶奶茶全喝完 才把头抬起来 额头有伤 嫂子 我对她那么好 还是初中同学 她居然和我老公有一腿 原来 丽梅搬到了小姑子小区 他们做起了邻居 丽梅还说 一个人吃饭没什么意思 要么请他们吃饭 要么她请他们家到吃饭 来来往往的 小姑子完全想不到 自己老公和她搞成了一起 直到刚才 她撞到俩人不雅画面 小姑子要打人 没想到 自己老公反手把她推得撞了枪 听到这我火了 我当即打电话给阿军 阿军赶来 我把小姑子交给她回去上班 后面的事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 阿军当着前女友和自己妹妹的面 把妹夫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想必那场面相当地精彩和尴尬 可惜我要上班 要不我也不上两脚 小姑子打电话过来哭着说 想不到自己看不上的嫂子 居然能为她这般出头 我说我们是一家人 人家打你 我做哥嫂的 不得帮你打回去啊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我们是一家人 你刁难我我忍了 但别人欺负你 那忍不了 小姑子夫妻俩本就有经济问题 经常闹矛盾吵架 这样一来 更是过不下去了 经过阿军那次打人后 小姑子对我言听计从 在我的建议下 小姑子挑了一套小一点的房子 付了首付 紧接着找了工作上班 有次休息逛商场 她问我 那个女人的事 你怎么这么淡定啊 不提丽媒了 提的是那个女人 我听你也顺耳多了 我笑笑 我上有老下有小 中间还有相识的 自然淡定 婆婆对我的反常 我旁敲侧击阿军就知道了 丽媒找过婆婆 承诺买大房子之类的话 婆婆呢 也没有拒绝 但人老三分精 她在丽媒家附近 观察了好几天 发现她除了逛街 就是打麻将 没几天 她就把衣服和巴比娃娃 还给了丽媒 我一听淡定了 那样的女人 婆婆不喜欢 打死也不会让她进门 我想就是从那时候起 婆婆一个劲地对我好 给我送饭 还有那次 阿军九后跟我说 我滚到哪儿 她跟到哪儿 这么识相 我自然淡定了 又是周六早晨 我晚起了 梳理完毕之后 正要出去吃早餐 忽然听到小姑子和婆婆八卦 妈 你有没有听说 那俩人前些日子 打家打到医院了 你说是不是棒一眼 陈陈笑死人 少打听这些 和自己无关的事情 向你嫂子好好学学 怎么做人 知道了 还好我跟没有娶那女人 娶嫂子真是娶对了 外面的声音 清晰而悦耳 我无嘴直向 被认可的感觉 真的舒坦呢 撇了一眼 床上的阿军 以为他还没醒 不料 他正双手拖着腮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一脸的崇拜 想必 他也听到了 婆婆小姑子的对话 我送上一个白眼 拉了开门 阿军一下子跳下床 嘴里叫着 等下我送你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